这堆木头下面埋了一个人,谁来帮我们把木头搬开? 我来。 说着,龙千澈又一个箭步冲了过去。 等他冲过去时,云若月已经低下头,正在药箱里专心地找着工具。 他依然没有看龙千澈一眼,把他当成了甲乙丙丁。 龙千澈发现,自己还是第一次被女人如此忽略。 他在云若月的眼里好像没有一点存在感似的,这让他开始有些怀疑自己了。 等龙千澈和龙七搬完雪子身上的木头后,云若月迅速蹲了下去,开始救治那个雪子。 看到云若月做事认真严谨,龙千澈不禁深深地凝望着他。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女人,说话有魄力,处事淡定独立,医术高超,还乐于助人,心地善良。 之前他总听说楚国的黎王妃很厉害,没想到他在街上随便碰到一个女人也这么厉害。 看来楚国真是人才辈出,不可小觑。 公子,这姑娘不仅会作诗,还会医术。 看来楚国真是人节地灵,到处都是厉害的人呢。 是啊,请我总说那黎王妃厉害,依我看,这姑娘并不在黎王妃之下。 公子,你不提黎王妃,我都忘了我们还有任务。 走,我们去祭祀堂找她去。 等一下。 隆七,这位姑娘现在很需要人帮忙,我们先帮了她,再去找黎王妃。 那好吧,先帮了她再说。 两人说着又上前帮云若月打下手。 此时云若月忙得不可开交,这里有好多人受了伤,她根本没心思看旁边的人是谁。 她只能一个劲地救人,希望多救一个是一个。 就这样,她在茶滩里足足忙活了一个时辰,才把那些受伤的学子救了下来。 龙清澈也在旁边帮忙,任她指挥救了不少人。 姑娘,你忙了这么久,口渴了吧? 来,你先喝点茶。 谢谢。 龙公子,怎么是你? 你们怎么在这里? 姑娘,我们早就来了,还帮你救了不少人。 你现在才看到我们公子呀。 啊? 抱歉啊,龙公子,我刚才太忙了,所以没注意到你们。 谢谢你们帮我的忙。 无妨,我们也是正巧经过这里。 看到他们受伤,就顺便搭把手而已。 姑娘,原来你还会医术,谢谢你救了我们。 姑娘,刚才我们那么说你,你竟然还不计前嫌地救我们。 我们真是深感惭愧。 对不起,姑娘。 我是大夫,治病救人是应该的,你们没事就好。 公子,时候不早了,我们得赶紧去祭祀堂,不然怕会错过李王妃。 好,我和那位姑娘说一声,我们就走。 姑娘,我们还有事要办,暂时先走一步。 不能帮你的忙了,实在抱歉。 没事,这里还有其他人能帮我,你们要是忙的话,就快去吧。 刚才谢谢你们了。 王千澈看了云肉月一眼,突然很想问她的名字。 王千澈见她很忙,便打消了要问她名字的念头。 时间紧急,她不能在这里多待,便赶紧带着龙七朝祭祀堂的方向走去。 大夫,请问黎王妃在吗? 你说我们王妃啊,她今天本来是要来坐针的,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到现在还没有来。 什么?黎王妃没有来? 怎么了?我们王妃有自己的事情要办,不来很正常。 两位,你们是不是要看病? 如果看病的话,也可以找我,我也可以看。 谢谢。 不用了,我们还有点事,改天再来。 唉,公子,没想到黎王妃竟然没有来坐针,害我们白跑一趟。 这个黎王妃还真是神秘,我找了两次都没能见到她。 看来我们只能另想办法了。 看来只有等她下次坐针的时候我们再来,也不知道她今天是怎么了,说好了要来坐针,居然食言如此不讲信用。 看来真如公子所说,这个黎王妃还不如刚才那位姑娘。 想起云若月,龙千澈淡淡地挑了挑眉,那个姑娘的确优秀,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 大皇子,醒一醒,天亮了。 不用你喊,本皇子早就醒了,这鸟地方就没人能睡得着。 雪无暇说着,迅速睁开眼睛,她从小住的是金碧辉煌的宫殿,睡的是柔软丝滑的软床,睡的是山珍海味,喝的是穷姜玉叶,还从未吃过这种苦。 想到这里,她身自清零的遗愿,便从树上飞了下来。 她飞的姿势倒是很帅气,可惜由于体力不足,落下时差点栽了个跟头。 好在她及时站定,避免摔倒在地,才没有在馋绝面前丢脸。 大皇子,我好饿啊,今天我们吃什么? 昨天我们吃了什么? 昨天我们喝的是露水,前天我们吃的是空气,公子,这已经是第三天了,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吃过东西了,再这样下去,我们会饿死的。 你等等,让我想想办法。 还想办法?公子,那天冲热他们走的时候,你说过会让我吃香的喝辣的,还说让我又想不尽的轻浮。 结果呢,咱们天天在这里喝露水。 不用紧张,我已经叫雪宝出去找东西了,说不定他会给我们找到吃的。 什么,雪宝?它只是一只猫,你竟然叫它去找东西? 不说它根本听不懂人话,再说它抓老鼠的本领不行,自己都还饿着呢, 怎么给你找食物来? 不会的,我的雪宝跟别的猫不一样,它有灵性,一定会给我找来吃的。 大皇子,刚才我在树上看到个鸟窝,里面有好多鸟蛋,要不我们…… 不可以吃鸟蛋。 禅君,鸟蛋是用来孵化小鸟蛋,是鸟妈妈的孩子,你怎么忍心吃它们? 不吃鸟蛋,那吃鸡可以吗? 鸡?哪儿的鸡? 昨天,我经过那户农家时,看到院子里养了几只鸡,要不咱们去弄一只鸡来烤着吃? 不行,我堂堂雪月国的大皇子,玉树林风风流倜傥,做这些偷鸡摸狗之事,游损我的气质。 你……行,你就抱着你的气质生活吧,咱们等着活活饿死。 喂,你要去哪里啊? 我去喝露水。 另一边,应育楼的客栈里,李天威,陆氏雪和小鱼儿正在吃脏饭。 威儿,这里的小笼包真好吃,有京城那种味道。来,你多吃一点。 谢谢,你们也多吃一点。 抱歉啊,威儿,本来三天前我们就应该启程回家的,没想到烟霞阁的姑娘们会请我们给他们治病。 现在看来,我们又要多耽搁几天了。 没事啊,我们本来就是出来一诊的,只要病人有需要,我们多待几天也没事。 唉,这些姑娘也真是可怜。 生病了,羞于齐齿,不敢找男大夫她。 现在有威儿小姐在,就可以帮助他们了。 幸好之前若月姐姐教了我很多治妇女病的知识,现在才能派上用场。 小姐,你看,那边有一只蓝眼睛的猫,看着好漂亮啊。 小猫,小猫,你是不是饿了? 你想吃东西吗? 小鱼儿,你快去找老板,要点小鱼干和鸡肉来。 小姐,你的意思是,这小猫要吃鱼啊,那我起不成了她的盘中餐了。 不过,看在这么可爱的份上,我去找老板要。 说着,小鱼儿笑嘻嘻地看了那小猫一眼,便出去了。 李天威对小猫十分温柔,看得陆睡学差点吃了。 她真希望自己是那只小猫,也可以被威儿这样温柔对待。 小姐,小鱼干来了,快拿过来吧。 小猫,你的主人是谁啊? 他怎么忍心让你饿着啊? 看着真是可怜。 看着小猫的品种很珍惜,她的主人一定不简单。 只是没想到,这么可爱的小猫居然流浪在外,还饿着肚子。 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。 她吃饱之后,突然一把叼起盘子里的鸡腿,一溜烟地跳到了窗台上。 小猫,你要走啊! 等李天威追出去的时候,小猫已经闪不见了。 她疑惑地摇了摇头,真是只奇怪的小猫。 此时,禅娟已经在山上采了几只野果,回到了那两棵大树下。 大皇子,你三天没吃东西,你一点都不担心吗? 我要担心什么? 你还有闲心在这里欣赏风景,你就不怕饿死吗? 你看此地,山美,水美,井美,人美。 如果能死在这么美丽的地方,那我也不枉此生了。 人美? 大皇子,这里哪里有人? 我不是吗? 就在这时,一声温柔的猫叫声从地上传来。 禅娟回头一看,只见雪宝已经跑到他们面前,嘴里还叼着一只鸡腿。 小雪宝,你去哪里啊? 你从哪里弄的这只鸡腿? 你太厉害了。 你看,我就说雪宝很厉害吧,你还不信? 雪宝,你真厉害,谢谢你。 来,禅娟,咱俩一人一半。 这鸡腿也不知道是雪宝从哪里弄来的。 公子,如果这是她偷来的,你还吃吗? 怎么可能? 雪宝怎么会偷东西? 这肯定是哪个心力善良的女子,见雪宝长得可爱,才给她吃的。 看到雪无暇吃鸡腿吃得那么慢,饿极乐的禅娟, 真想给她抢。 她这主子可真是奇葩,都饿成这样了,还要保持优雅,不适一点风度。 其实,她哪里知道,雪无暇早就饿疯了,恨不得把鸡骨头一起啃了。 只是碍于面子,她才假装慢条丝里的吃,免得有损她的形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,请不吝点赞 订阅